夜市攤販生意大受影響 打電話到區公所 尋求紓困補助 我想詢問一下這個紓困方案 他是夜市攤販老闆 攤位已經退租 因為每開門營業就是賠錢 對於可以領什麼樣的紓困補助 試著尋求地方政府 紓困方案的 好 好 謝謝 是不是政府 是委訓店中心 您好 紓困喔 對對對 那這個等一下我問一下 那個 連接電話的局數都不知道該問誰 要市井小民找誰解救好呢 電話轉了金發局 也問了社會局還有區公所 平均通電話都花了快三分半以上 電話轉來轉去又轉回總機 根本問不到紓困的答案 轉進去之後電話又等 又等不到人不需要有這麼多的一個 其實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應該要打去哪裡 高雄市政府把紓困諮詢分成疾難救助 中小企業運輸 農漁文稅務勞工等十一大項 但光漁業又分了三個類別 要找金發局的窗口也細分成五個 林林總總打開高雄市政府公告 多達17個紓困諮詢窗口 市民無所适從 要問哪一方面的紓困的方案 議員辦公室電話也接到手軟 粉絲團私訊也是充滿民眾對於領紓困補助的疑惑 高雄市政府推防疫諮詢窗口 需要幫忙民眾解決問題 但跨類別多達17個諮詢專線 都倒讓民眾亂了頭緒 高雄市新聞局提供1999市民專線 希望能透過單一窗口轉接平息民眾抱怨 三立雄黃志忠 賴北香高雄報導